见到下午回来,港股曾经见过低落的位置 17,717点,最多跌过接近300点 暂时跌至238点 似乎在北水下星期一回来之前 暂时今日见到有点回吐 但事不是很久之下,今天见到有些刑警的股份 对得更加深,特别是见到金山软件 最少见过52周低位,下午回来最多跌过1.9 现在暂时都会跌至1.9,在低位附近 最低位是17.8.4 这一节和Alan一起经历金山软件的前景 为什么今天要这样跌 因为在昨天收市之后出了刑警 就说集团要为2020年分拆去到美国上市的金山云 进行50亿至59亿人民币的税前剩额撥备 撥备的原因因为就是金山云的ADS股价低迷 和财务表现欠佳 有可能影响到集团在金山云的投资的可收回金额 所以因应会计规定要进行过大压撥备 估计今年首九个月要录得重大的亏损 看回金山云的股价在美国那边 20年5月8日就完成分拆上市 股价最高曾去过74美元 跌至现在最新是2.3美元 其实市值比高峰期最多蒸发了9.7美元 看股价走势 金山云就无抵动 因为目前金山软件拿着金山云3.7股权 8月的时候金山云都有申请香港上市 金山软件在中期业绩都有披露 持有金山云的股权的公运价值 还要更加高 我们看回现在的通告仍然是进行评估具体的撥备金額 最终其实还未确定 看金山云上半年是正规选16亿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就扩大 业务近这几年其实都是差的 短线来说会不会有转机 本身其实金山软件都看金山云是核心战略之一 早两年说到其实都非常看重金山云 所以那时候去到美国上市的时候 刚才有这么高的估值70多美元这个位置 但之后上市之后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未来这个撥备的情况 会不会比我们预期中更加大呢 我想比预期中大就未必会的 因为其实他刚才都给了一个阶段 因为现在金山云都跌到这个价位 就算跌到零也好 其实他进一步再撥备的机会 应该都不是很大的 如果单纯从持有金山云的价值的变化 这次都算是差不多一次过就反映出来的了 因为看回其实2020年上市的时候 其实整个金山软件 我想大部分的估值都是来自金山云的 因为当时其实它也录录得一个 我相信是一个重股的收益 其实有80几亿的 这次我想就还了出来 其实都很正常的 反而大家就开始担心了 因为金山云看来真的是一个无底洞 因为就由上市前上市到现在为止 其实它一直都是在亏损着的 还有如果看回近期的业绩 其实亏损一个扩大的迹象的 同一时间就是金山云 其实实际上它虽然就在美国上市了 然后就再回来香港第二上市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它整体的市场的占有率 其实是在下跌的 因为似乎除了是小米或者是金山 系内的一些用户是 没有机会用到金山云之外 似乎那些外部的客户 其实很难找到回来的 在内地现在竞争这么剧烈的 就是云计算竞争这么剧烈的环境下 其实担心就是金山云的业绩 唯一亏损如果进一步扩大 如果是之前在市场募集的钱又用完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到呢 其实同样是系内 包括小米 包括金山软件 一个我相信是流动性资金的压力 这个可能是未来大家较为担心的东西 但是那些行的看法上又不是太担心 因为譬如我们看到大摩 郭野村也出了报告 二口同声都说对基本面影响是有限的 大摩就说撥秘是属于非现金项目 野村就说不会对现金流和经营表现是带来影响 虽然是维持原有的投资评级和目标价不变 不过大摩有提到一个因素要留意着的 就是对金山软件来说 现在真正的风险是来自和金山云的反稀释协定 Anti-delusion agreement 就说集团说了金山云目前是没有过最注资的意向 但是如果真的金山云是回来香港上市的话 集团或者需要向金山云注资 因为金山云要批顾公估 金山软件就要防止被摊薄之下 就要按比例去增持 听法上是否感觉上有点 如果你真的要维持整个持股比例的话 你要增持 但是如果那个界随着跌下来的话 就变成了个无底洞那样 这个也是其中的风险 但是风险相来来说是小了一些 因为始终金山云就不是在他高价的时候 就回香港做第二上市 现在都是由最高的 就是70几多年刚才提到 都跌到只有两个多 其实都已经是 我相信是上市以来的一个新低 我想即使回来香港上市做第二上市 其实那个招股价 应该都是跟美股那边上市价 就不会真的差很远的 所以即使他遵守这个反摊博议 然后按比例增持金山云在香港的增发比例也好 我想对于金山云建本身的流动性 或者是资金的影响 反而这方面的影响就未必真的那么大 反而就是无论是金山云建也好 或者是小米也好 其实对于金山云那个额外的一个财政支持 才是会影响其实他往后的现金的压力 刚才也提到 因为金山云上市前到现在为止 其实都是没有实现 都是未实现的 而且这个规损是进一步扩大的 所以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下去的话 金山云如果是他系内 就是之前没有集的资金 如果是消耗完的话 那真的有机会就可能向同系的其他公司 和小米或者和金山云建 就是做一个财款或者其他的资金帮助 那这个才是构成未来金山云 或者小米的资金上的压力 是的 是 你 不是 席 是 就是 你看 是 有 你 你 是 就是 感谢观看